泽塔骑车从街边路过 结果贝利亚假装摔倒 要泽塔赔钱 泽塔很无辜啊 自己明明没有撞到他 贝利亚却要污赖 认为贝利亚做的不对的 就给他送上三个倒霉的狗头吧 泽塔一点办法也没有啊 只能拨通了赛罗的电话 既然有人危害社会 既然有人坠入黑暗 就由我们坑人和人族 来维护正义吧 贝利亚 你的伤很重啊 首先必须打上几个止痛针 就是这个止痛针有点大 而且还特别贵啊 好好好快打快打 捡最贵的针给本大爷打 越贵越好 这个针可是最贵的针了 大家觉得治疗满意的话 记得给我们点个赞哦 贝利亚你的伤还是很重啊 得给你做个全身的刺激疗法 但是价钱还是很贵啊 全身的刺激疗法好啊 价钱贵那就更好了 本大爷就是要全新的 要的就是最贵的 啊哈哈哈哈 啊哈哈哈哈 这个全身刺激疗法啊 能刺激他的全身穴位 保证贝利亚血液通畅 觉得我们这个方法好的 记得扣上三朵鲜花哦 四季 贝利亚你的伤还是很重啊 我们又想到一个治疗方案 就是价格贵了点 不要了不要最贵的了 这次来个最便宜的吧 啊 这个就是最便宜的冰冻疗法 只要被冰冻了 你就不会感到疼痛了 怎么样 不痛了吧 哎呦我忘记了 被冰冻的人说不了话呀 小朋友们 我们坑人二人组 专制不服 专制坏人 认为我们干得好 干得没有 就给我们点个赞 下期将更加精彩哦 就给我们点个赞